这回想回国正经地创造一点价值 非你莫属得给机会 谢谢大家 看样子你不光是会导人 还会导生意 28岁印切毕业生是怎么回事啊 又服读了一年 后来又在大连学了三年的日语 后来10年去了日本 到日本读的大学 对 那你为什么就一股径要往日本钻呢 是这样的啊 就是我的高中同学 一个在日本呢 我想到日本再闯一闯 但是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 他挺有毅力的 他一个高中毕业的小伙子 就是因为朋友在日本 跟他描述了一下那边的工作情景 你居然就选择了学习三年日语 然后到日本去 是 来说说导生意的事 你在日本都干了些啥 好 那我就说主要的 我做了一个就是中国的宽带 宽带 对 你是做什么 我是负责销售宽带 销售宽带 主要面对的群体是留学生 我就琢磨 怎么能找到渠道 每一个留学生去日本之前 首先 他的房子 是清水房 什么也没有 首先需要的就一张床 一张桌子 一个吃饭的地方 对 所以我发现这个市场 你刚才不是说 你做了个宽带吗 怎么又聊到床的 我必须先说这个 因为这是我前期铺垫 这个渠道怎么搞呢 这个大四 毕业了 这个东西 他要处理 处理的时候 这个在日本是无料 这日本是收费的 处理 包括冰箱 床 一系列东西全要收费的 我把这东西全部收过来 当然是 他们也是免费给我的 因为它是零成本的 我收了之后 然后等到来年 三月份入学的时候 然后把这些 带给留学生 做二手家具加店 做二手家具只是个铺垫 其实时日目的是做宽带 因为每个人到家 必须上网 然后这个时候 你就把网线推给他 国平非常具备互联网思维 我们叫互联网思维 他懂得用一个免费 或者低价的产品跟服务 把客户先拿到 找到这样客户资源 之后卖他别的产品 我们叫羊毛初代 先用倒卖二手 加点和家具的方式 获得客户资源 对 这是他聪明的地方 这客户资源 就使他在做宽带上 比别人更胜一筹 其实他非常的聪明 他做的做法 是非常聪明的打法 宽带说完了 还有什么 还做了什么 日本的纸尿裤 他的行业领域 跨得特别大 你怎么会想到 做尿布施尼大学生 因为中国妈妈 大部分对 婴儿用品这块 她比较关注 她认为日本的货 要比国产的好 你怎么倒的 我们留学生 每个人下店里排 买出来的货 你就是黄牛啊 差不多吧 这是他在日本 最大的一个收入 他每年能够接近 有六七十万人民币的收入 来自于这一块 差不多了 对吧 张总 那你都这么成功了 你来这干嘛呢 我不成功 我成功了 你在那挣七八十万 回国你挣五千 我不是 我不是说回国挣五千 你怎么知道 现在我就挣五千了呢 这我也不创业 你这写的薪酬要求 是五千啊 是五千家啊 对啊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做呢 不创业呢 你是一个创业天才啊 你应该创业啊 是我想创业啊 但是我现在机会不具备啊 你从日本 带了多少钱回来 几十万吧 几十万 足够你起步了 不够 你想干什么 多少创业是够的 多少够 对 我大概在六十万 至八十万这个项 他说的是对的 就是 国平虽然你把我摔躺下了 但我还是支持你 应该回国 因为你现在干的这件事情 都不能规模化 说穿了 就是用了一些 很敏锐的市场感觉 找到了市场的一些空间 用了一个吉林劲 做了个导爷 他其实就是个 导黄牛票的差价 其实有个问题很关键 他挣的是小利 他刚才讲到 他现在只有四十万存款 他如果有六十到八十万 他会创业 所以国平 我想知道就是 你的意向企业是函数 那我想知道 你想在函数得到什么 我想做到一个大区经理 大区经理 国平 你现在有什么样的能力和资源 能够匹配大区经理 这样的一个职位 第二 就是你如果让你做 大区经理的话 你能够给我 带来什么样的业绩提升 第三就是 未来的五年之内 你对自己的人生规划 有什么样的规划 还是说 如果你在函数 攒到八十万了 你就跳槽自己创业 三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多 让你想一会儿 第一轮选择去活力 还有鸡蛋灯 但是有一些灯灭了 我有点奇怪 这个陈浩为什么灭灯啊 我在问 说我灭灯理由之前 你告诉我 如果你攒够六十万到八十万 你会做什么项目 我想开一家幼儿园 幼儿园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这是儿童 儿童行业 刚才我说过了 那你应该选择 教育行业来学习啊 你为什么选化妆品呢 这是实话吗 他这钱够不够 加盟一个幼儿园 您问得我 我想干什么 我告诉您了 我就是选择 想开一家幼儿园呢 六十万到八十万 只能到乡村里去开 他们的教育意识 以及他们的平均学费 支撑不了 养护不了一个企业 那您的意思是说 那你从海道去 不用上幼儿园了吗 需要 但是需要的是 政府的帮助 那为什么呢 什么叫为什么 这现在国家 就是这么规划的 那我从农村出了孩子 我就不能出国 我不能读书幼儿园了 是不是 可以 你这在抬杠 我现在问的你是 你既要去一个化妆品 且要学习 您刚才问的我 那是我有六十万 这八十万我做什么 我说我想开一家幼儿园 好 那我就讲 我的面当理由 我就是觉得 你去那里的动机跟目的 不是很纯粹 那我 你还是想去做 那你那话的意思 就是我来背你墨属 就是不是很纯粹 我是来求职的 我想找一会稳定的工作 不行吗 现在是在问我 面当理由 个人的职业价值不行吗 现在是在问我 面当理由 我现在是一个弱势群体 您可以这样说 我六十万八十 我做什么 我正好开一家幼儿园 你说那里政府来扶持 你这样说对吗 作为一个老板 就是一个搞教育 我讲的是实情啊 你可以去看国家政策 但是国家政策 在六十万八十 我开一家幼儿园 不可以吗 可以啊 但他不盈利啊 其实兔子急了 还会咬人的 就在职场上 这种是难免的 因为意见相左的时候 其实难免的 就包括我的员工 可能也会跟我急 或甚至我也会 可能会跟我的老板拍桌 那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其实张国平典型的创业者 他是有强大的自我的 然后他的小理想 他说将来开幼儿园 我认为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只是陈浩站在他的经验上 他认为幼儿园几十万做不了的 我认为有点过于武断 或者是打消了年轻人 也有着热情的 马云说的不是好吗 梦想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的 我要支持陈浩一下 是这样子 你的表现一直都很好 至少到目前 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我也很简单告诉你 灭灯的理由 我灭灯的理由 我估计巴城跟陈浩一样 我觉得你是老板的料 只不过 在此时此刻 我们 是来招聘的 你是来求职的 那么这样子给我的感觉 所以我会在第一轮灭灯 这个队没有对错的问题 那么更好你要接受 等一会儿 会招聘你的 那些Botsman 让他们知道 你可以在他们的企业 两年三年 甚至就像刚刚陈浩讲的 六十万八十万 你都不会走 这样才是给大家一个稳定感 所以你能不能回答 我刚才的问题 第一 你有什么样的能力和资源 匹配这个大区经理的职务 第二 如果我让你当了大区经理 你能够给我带来 什么样的业绩 第三 你有什么样的职场规划 我第一点 我懂线上线下 我主要我懂客户的用户体验 因为我也是一个消费者 第二点 我懂用户体验 第三点 我懂服务 那线上的销售 怎么让用户 能够体验到我们的产品呢 第一点 你在线上买了 本公司的产品以后 一 品质一定要好 只能让一定过关 第二 物流一定要到位 第三 用了之后 我有想再重复消费的想法 那你说的这三点 这几点函数都具备 第三 还有 第几了 第三 第四了 第四 别急 还有最重要就是 定期 定期给客户的 email的回复 你以前带过团队吗 带过 你的团队有多少人 六个 是干哪个项目时候的团队 在日本 就是干 尿不湿 还有那个什么 还有那个宽带 如果今天你应聘成功 你在我们一家企业里面 来打工 做销售 带团队也好 你过去的客户和你过去的团队有业务找上你 你做还是不做 那开始跟咱们行业相不相关了 如果是 就是不相关你做 是不是 就不相关的话 赚钱 那不相关 法律的框架下 我是做的 但是 那你是觉得你适合做化妆品的行业是吗 这些行业中 我现在就是 最了解的行业 还算是化妆品 你不对 你要不适合化妆品差别很大 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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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我觉得 张国平就是一个嘴比脑笨 说干就干 又有勇气 关公的脸 张飞的脾气 姑娘的心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你要是敢用他做销售 是吧 他这是个职场小白 说不定他能出来 但你得冒险 是吧 也有可能他自主创业 是吧 别的就别再问了 第二轮选择去货流 还有我们战争 我们来问一下 他们推进的职位 张阳 我有一家特别适合你 就是导爷 我们在给中国 400万家餐饮企业 供食材 砍掉所有的中间环节 从上游直接联合采购 供货给餐厅 就是赚差价 非常好的生意 我给你一个 运营经理的一个职位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 去传事 我怎么说 你们两人的气质这么像 对 我们就是西乡 脑门上都写着一岛字 优卖集团呢 给你提供的是 我们内部的 电子商务运营的 专员的一个岗位 函数现在特别适合你发展 而且呢 不仅仅你在这里 能够提升你的价值 最重要的是 函数也会支持你创业 而且会支持你在体制内创业 我给你的呢 就是函数化妆品有限公司 现在在北京的分公司 负责电子商务部 大区经理销售 大区经理销售 如愿以偿了哥们 笑开一点 笑开一点 来 加油 如愿给你我们 PVgo项目的 创业板块的项目专员 我希望可以去 让你去开拓这个市场 我可以让你去带团队 但我有一个要求就是 做金融行业 我们要求必须是 专注百分之百全职 我不能接受你中间 有任何兼职的行为 包括以前业务 如果说你还会想 做些别的生意 那我觉得你要把我灭掉 好 还有五盏灯 无论你选谁 今天都是个伟大的日子 因为一代著名导爷 要回归组织了 好 接下来五盏灯当中 你有媳妇了吗 有女朋友了 有女朋友了 你女朋友怎么hold住你的呢 我女朋友是个学霸 你女朋友是个学霸 是 她现在在日本 她现在还在日本 对 我俩现在是这样打算的 就是我俩是在不同的地点 跟国界共同努力着 但是面对的是一个未来 一个什么未来 结婚生孩子 好好过日子 好 不错 这个妻子 票子 儿子 是吧 现在妻子 有了 是吧 这个票子在正 等着生儿子 是吧 行 写好了吗 请介绍 哎呦 都是八千家 那里还写了个四个字 五个字 一起创业 罢 是吧 这字可写得真够丑的 这边是函数 八千家八千家 谈人间不上感情 有什么问题 赶快问到两位老板 张老板 我想问一下 我去您公司 我主要做些什么 我这一块 我的发展空间 继续做导演 OK 首先你如果选择我们的话 这将是未来最大的 一个电子商务公司 因为餐饮的食材 是1.2万亿的市场 这个食材的利润 那是多少 你听一下 30%的差价 你做导演 你应该知道 理解吗 那你的发展空间是什么呢 我们是全民持股的公司 这家公司刚刚做完 A轮投资 两家美元基金 共同投资的500万美金 你是股东之一 一起可以发展到上市 我想先解释一下 这个家 这八千块钱 只是你的底薪 现在我们做的 最好的大区经理 月薪 月薪都是在50万以上 因为其他的都是绩效 所以要看你自己的努力 最重要你可以学习 一个创业的全过程 因为我可以教你 怎么样做一家互联网公司 从零开始做 你可以向我提所有的渠道 任你选 好 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好 到底会选谁呢 一开始他是奔着函数去的 后来又问了 这个一桃石很多问题 所以你的结果是 一桃石或者是函数 或者是谢谢再见 到底会选谁呢 一开始他是奔着函数去的 后来又问了 这个一桃石很多问题 所以你的结果是一桃石 或者是函数 或者是谢谢再见 我选择张总 去吧